盘古大模型3.0 这个也非常强 什么概念 什么5加N加 这个大家可能看不懂 但它基本上超越了ChatGBT 当时发表会的时候 张平安就讲了一句话 其实蛮有诗意的 他说这个呢 我们不写诗 只做诗 这句话蛮有feel的 要让每个行业 每个企业 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专家助手 让工作效率更轻松 的确 因为盘古大模型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在于说 现在中国大陆 其实有各式各样的AI应用的 这个程式跟系统出来 但大部分因为ChatGBT出来之后 大家都流行的 就是用这个AI来画个图 用AI来拍一段很短的影片 用AI来写一首诗 用AI来做一个这个PowerPoint 用AI来写一篇报告 但是盘古大模型 它除了具备这样的能力之外 它已经超越了这样的一个层级了 盘古大模型可以用在非常多地方 它可以用在金融 用在医疗 用在挖矿 用在气候预测 对 铁路啊什么都可以 对 而且最近 就是这个张平安之所以讲 我们不写诗 只做事 是在他的一个场合 他对外宣布说 盘古大模型要投入 中国大陆的挖矿的 这个产业预测里 那么最近看到那个Nature 就中国这个世界有个叫期刊 叫Nature的这个期刊里头 曾经做过报道 他说这个华为 这个盘古大模型是华为云做出来的 这个盘古大模型它具备了什么能力 光在气候预测的能力 它比传统气候预测快一万倍 它可以在一秒之内就预测出来 全球的任何一个位置 任何一个纬度的各式各样的气候资讯 包含湿度 包含温度 包含风速 包含海平面的 这个相关的一些问题 他通通都做得到 所以这才是华为 这个盘古大模型厉害的地方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说 当华为这个盘古大模型 加到了这个华为手机上之后 当然对于华为手机就是如虎添翼 对 当然这个盘古大模型 目前它主要对接的是企业跟政府 可能一般民众这个感受比较不到 但是大家都知道 Chad GPT之前很红嘛 那什么概念呢 你不太能够理解 大概就知道 它是超越Chad GPT 几乎是所有的产业政府的领域 它通通都可以覆盖 从硬体的建设 其实也需要一些 这个人工智能在里面 金融的啦 到民众的生活啊 企业的一些统计啊 通通都在里面 所以这个东西 有人预估 它才是接下来更王炸的 虽然这个比较不像是 手机汽车 大家讨论度那么高 但这项黑科技呢 可能可以撑起 中国整个AI的半边天 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必须跟大家讲 当然这个华为企业也很特别 这个张军补充一下 华为到此刻为止 还没有上市嘛 对不对 它并没有上市 但是你知道 它每年的总收入 总营收 四分之一都用来研发 所以这家公司 所以这家公司也真的是大手笔啊 四分之一拿来研发 然后它其实做了这些 我们知道的 什么手机啊 汽车 这些对它来讲 都是业务当中 比较小的一部分 它很大的 做一些这个5G的设备啊 它也是一个设备的 这个制造商 这个营造商 而这个 在客户这个终端的部分 大概只占了四成的营收 其实占比并不是太大 但是它越强 它越亮 国际的制裁力量 也就越高嘛 这个9月13号 德国的媒体已经承认了 德国移动网路运营商 还是在用中国制造商的 5G组件 没办法 摆脱不掉啊 对不对 然后2021年以来 运营商已经向德国政府 报告11次 使用5G组件的情况 其中三次呢 涉及来自中国制造商的 组件 然后德国政府 特别为自己的企业说 想说什么 没有违反相关的法规 否则你要逼死谁 逼死德国自己嘛 但是欧盟出手了 这个范德兰安9月13号 欧洲议会发表了 年度的这个蒙情咨文 全球市场现在充斥着 更便宜的电动车啊 巨额的国家补贴啊等等 将对来自中国的电动车 发起反补贴的调查 来张将军 对这个很清楚 这个就是上一次的时候 德国车展的时候 都是比亚迪的天下 对啊 一看来就知道 他虽然没有讲出名字 对啊 电动车就是讲的比亚迪 因为比亚迪他量产 他的价格就便宜 然后他要想说 你价格那么便宜 你是不是因为中国政府补贴 而才违反了贸易公平 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就是对比亚迪 但我们知道比亚迪 因为中国大陆优势有两个 第一个 他的这个电瓶续电除能 中国大陆是占技术的优势 占了全世界90% 那今天的这个电动车 就是除能 非常重要的 比亚迪自己也做电池 对变成这样做电池 变成这个样子 那这样的话 他这个本来就有竞争优势 价格优势 第二个 他在中国大陆市场 已经够大了 成熟了 现在要外销到欧洲去 他在这 有这个价格的优势 因为报酬规模 按照经济学上来看 他这个就 制造的成本就会降低 欧洲要调查 这个中国的汽车 对 美国政府跟FBI 要调查华为 对会变成这样子 双管齐下 我们叫华为 华为有两个 刚才主持人讲 华为 他是股票没有上市 他两个 第一个 他对员工非常照顾 反正我赚的这些钱 就是来自员工 帮他赚的钱 那分给给大家 那这样的话 整个员工的士气 会很多 会很高 会这个样子 出产率会更多 还有第二个 华为愿意 发更多的钱 在研究心费上面 那就不断的推陈出新 因为我们知道 按照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代差 每18个月 按了莫尔定律 就会出来 一个新的东西出来了 而且速度更快 价格更便宜 那他这样子 那他就不断的研发 他人才那么多 博士那么多 科技专家那么多 现在还有行销人员 又那么多 换交他形成一个 我们知道 变成良域循环 变成由红海 变成南海 变成这个样子 那西方国家就会被 相对的紧张 变成这个状况 然后他又肯花钱 投入研究经费 让研究经费 一直不断的投入 投注上去 四分之一 对 投入四分之一 相当高 他对研究研发经费 对人才的培育 他不节省 完全大手比 对 大手比 不节省的时候 他更多的新产品 竞争力就出来了 所以会变成一个 良性循环 他现在已经 我们讲了这个 麒麟9000S 用的还 目前来看 还蛮顺手的 而且中国大陆 有一个我们知道 产品的忠诚度 我们用习惯了 就问你开 某一家厂牌的汽车 用手机 汽车都会有忠诚度 你会有忠诚度 你用习惯了 对 你会 你不要换厂牌了 你可以 这个机又新的出来了 你会用原来的厂牌 换它的新机 但不管忠诚度 什么一切的一切 还是要回归到技术 技术才是最重要的 要的 所以任正分告诉大家 我们不储备美元 但是我们储备人才 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 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 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u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